开打 毛起来拼命爬 为教大使台志源一分钟登街挑战 加入挑战轻轻松松爬楼梯不会喘 难以看出赖小姐曾经罹患肺阻塞 社会员就车辆频繁啊 有肺气 还有灰尘 那时候 全部数的话 传的话好像会传不过来 了解肺部健康重要性 用登街来自我检测 一分钟以内可以爬超过50阶 属于肺阻塞低风险族群 30到50阶有中度风险 但如果爬不到30阶 就传到无法再继续 建议立刻前往胸腔内科检查 会依照他的肺功能严重程度 跟他的临床症状给予适当的治疗 在胸腔科的治疗里头 就是像是吸入性的药物 能够同时合并有一些像肺复原这些活动 让你的肺功能能够做适当的恢复 肺阻塞属于不可逆的呼吸道疾病 而瘾菌子相较于一般人 罹患几率更直接高出6.3倍 属于高风险族群 我们今年也尽量去推我们的烟害防治法来修法 我们希望是对于所谓的各种的烟品 包括新鲜的烟品 包括电子烟的部分 也希望是透过立法来去减少这样的一个发现 不让肺部卡住 放下手中香烟 才能远离肺阻塞 大家新闻 中资源李明华台北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